卑職無能,請皇上恕罪 萬將軍身受重傷 無法相告前因後果,與時抵運 卑職等揭穩隨行兵俱 亦未有蛛絲馬跡 真是想不到 萬將軍一生勇猛威武 竟會遭此橫禍 真是大堂的不勒行 屯袖子儀 馬上趙太義為萬將軍診治 遵旨 好 你們倆做得很好,本將軍很滿意 多謝馬大將軍讚賞 只是卑職想不到萬劍鋒可以這麼頑強 死也不肯落地府陰重 也有中毒身亡 萬劍鋒還沒死就更好 本將軍就是想讓分軍退休 任何人忽然我馬原哲 我也有本事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留 強於大將軍,還是得到如私下場 萬劍鋒如今全身坦悶,廢人一個 馬大將軍需不需要送他一程給他了斷 如今萬劍鋒生不如死 你只是一個活死人,剩下一副殘驅 我們又何必再廢周將 如由他苟言殘喘,留一條狗命 萬劍鋒不適時無,竟敢叛逆馬大將軍 他得到如此下場,他是夠猶自取 任何人想和本將軍鬥,結果只有輸得一敗塗地 循我借槍,亦我借亡 但劍鋒他只忠忠軍愛國,真是愚不可及 早前萬卿亦的意思 不肯安插他心腹入輝下 馬原哲就懷孕在心 對不為己用的人,先下手為強 他一方面立威,一方面向朕示警 要朕知道他有本事隻手遮天 要人生就生,死就死 萬卿徵戰沙場多年,幾經歷練 能夠令他疏於防範,中伏重傷的 可能是他身邊的人 馬原哲老奸巨華 說不定已經收買了羅副將和曾少將 他們倆跟隨萬卿多年,情同手足 老奸,如果事實如此,人生實在大欠貌 微臣叩見皇上,萬將軍他怎麼樣? 稟皇上,萬將軍身上並無傷口 照微臣診斷,他應該中了半生下的毒 那解毒之法應該怎麼樣? 此毒無藥可解 若非萬將軍他體魄求見 恐怕早已命喪王荀 微臣為萬將軍開荒培揚 相信無性命之餘 可惜相寵難治 恐怕終此一生都要癱瘓在座 爹 爹 賢妃不必多難 萬將軍 萬兄 萬將軍,你受奸人勞順,非賤之罪 朕知道你已經刻盡幾跡 萬將軍無須自賊 君國之事,朕自然不會擔當 萬將軍,你無須勞實 萬將軍,看著書架,似乎是有所知的 萬將軍,你看著書架,你不是想看書嗎 是否孫子兵法? 不是這本, 是否戰國賊? 也不是這本 爹, 究竟你想找哪本書? 是否上面那層書架? 是否詩經? 是這本 兼家蒼蒼, 百露遺霜 所謂依人, 在水一方 兒女詩情的國士, 風猛惹不相及 爹, 到底你想說什麼? 萬將軍本身肉化生涯 平生只看兵書、史書 為何突然之間會想看詩經? 萬將軍所指的並非這本書 而是這條羽毛 你有沒有見過這條羽毛? 臣妾記得, 這條羽毛是三年前 紀王相贈給爹的 是先帝母中的長子, 紀王 紀王貴為長子, 但生母失寵 所以至少遭到冷袋 有一次他和顧命大臣彭忠義彭太傅 相伴下江南遊玩 來到江蘇就在我家別院站住 因為紀王至少受忽視 形成軍績外面, 沉密果然的性格 難免顯得自輕自練, 缺乏自信 臣參見王爺 萬將軍 王爺, 為何踢一會就放棄不玩 這麼難, 本王也不會踢得好 人必先自武, 然後人武之 如果連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豈會有其他人想認識王爺你的能力呢 踢院有如調兵顯著 要拿葉得準, 力度毫離不差 這樣就可以手到打落 將院玩弄於鼓掌之上 之後紀王在別院住了兩個月 這段時日, 爹和他無所不談 還勸勉紀王, 別妄自匪博 要自強不惜 紀王深受爹激勵, 重見自信 臨必是 紀王特別將演自己的羽毛 送給爹, 以作留念 原來萬春君和紀王有段冤怨 神妾記得爹說過 他和紀王相與相知, 是一場緣分 紀王自此, 亦不是有書信給爹 是爹為兩師 萬興這麼苦心, 要我們找到一條羽毛 就是想我們找紀王 萬張軍系上朕, 聯同紀王 一起對付馬元智這個大奸臣 紀王為大堂中親, 手握重兵 可謂朕狀聲勢 命徵言順, 出師剿滅奸臣令賊 但當年郭太后曆了皇上稱帝 就是要捧紀王登位 如今皇上有求 難保紀王和他顧命大臣彭太夫 依舊心存戒體, 未必肯出手相助 雖然機會渺亡, 但朕也要一試 紀王封地於巨州 距離京城數百里路途業 如果朕貿然出宮, 定必惹人而鬥 顯揚可待皇上見紀王 但必須出宮有名 萬俊軍家鄉去宜州 而宜州在紀王封地附近 假若顯揚即辭護送萬俊軍回鄉養傷 就可以中途改道, 偷偷前往舉州 拜見紀王 皇上之言, 可以一試 顯揚承諾皇上 無論用甚麼方法都會竭盡所能 圈復紀王出兵相助 但朕最擔心的就是馬元寺這個老奸賊 他不會輕易被顯揚出宮 萬將軍受奸人所害, 身受重創 朕以下令刑部徹查 盡快緝拿兇徒歸我 稟皇上, 軍中不可一日夢想 當前急務是安排將領 接手管治萬將軍揮下兵隊 臣對此已有上法 遵就 臣以為羅副將追隨萬將軍徵戰多年 僑勇善賤, 作聲他接退萬將軍 便最順理成章 另外曾少將 亦曾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好謂英雄出少年, 當成為副將 馬大將軍言之成理 賺了一名羅副將 接替萬將軍為大將軍 曾少將作聲為副將 非職羅樂山 非職羅樂山 曾成智, 求謝勝恩 萬將軍相勢沉重 雖然太依賤治, 可惜若食無盡 朕決定送萬將軍回鄉, 安度慢 而非身處宮中, 萬將軍若要回鄉 豈不是父女要分隔千里, 骨肉分離? 但要萬將軍留於宮中 和而非只會雷眼相見 對雙方又有何益存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鬆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